这次中方是外的诚意而来 因为对话 总对抗 但是对话 应当遵循 相不尊重 求同 诚意的精神 不能单方面的 拉单子 提要求 方方都有些关切 有些几率可以通过 对话来加以关键 有一些一直存在的问题 可以通过对话 加以管控 同时我们向美方明确指出 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 是重大的原则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 美方不要低估 中方维护 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 利益的决心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汉类 民族尊严 和正当权益的意志 对于中美关系的立场 我们是明确的 也是一贯的 我们仍然希望 北方和中方 相向 别习 尤其是尊重彼此的核心力 和重大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 中方 和 美方 对话的大门 始终是 敞开的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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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